使用那个URL URL就是自己呼叫自己 而且自己怎么样呢 传送参数的话是丢到那个URL 后面加上参数 比如说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那个Google搜寻之后 它也是用类似URL的技术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你可以丢一个什么 丢一个star等于多少 后面一个参数 然后最后结果就是第几页 会把结果列出来 那用的方式就是for微圈 然后后面的话加上一个什么 一个自串 就是超连接等于自己 自己的话这个地方是一个view 我们一个那个我们的URL mapping 然后后面一个问号 执行丢个什么 就是用get方式 丢给它一个参数 参数名称是什么 那最后做出来就是可以类似像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那个最后的结果 让出来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这边我们建立一个 叫做URL rewrite的一个专案 那这个地方执行出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次的话呢 我们就执行后面我的view 我的view叫search 所以后面我就直接run这个view 就直接不用网页了 直接就是直接执行的话 就是直接执行这个search 那这个search底下会有一个123456789 甚至更多 也就是说呢 如果今天呢 要换到下一页 那原来的一到十的搜寻结果 会列出来 那如果说你现在真的有 那google搜寻结果 对不对 然后如果你要到第二页的话 你就点选什么 有个要移到那个第二页 那点击下去之后 其实也是自己呼叫自己 然后会把什么呢 第十一到二十的结果 有没有 把它找出来 那在上面的部分的话呢 会是传一个第一个参数 就是一个问号 加上什么 参数名称 那参数名称就是start start 然后等于多少 等于2 那其他的话也都是一样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 点击3的话 就传递3 就是第20到30的结果 把它秀出来 那一直类推啊 就是类似google的搜寻结果 然后上面的话 你点的哪一个页面 它就怎么样呢 秀出哪一个结果给我们 那这边的话呢 比较需要思考的 就是说 底下这个超连结 要怎么去做 那基本上呢 底下超连结 也非常简单 就是说 你游标放在上面的时候呢 它要能够怎么样 连结到自己本身 另外的话 要扣掉自己 超连结部分的话 自己本身那个要扣掉 因为如果你现在已经点了自己 对不对 那你不能自己再传给自己 那又重复 所以在跑回圈的时候 你还要把自己扣掉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 UIL Rewrite 那这个范例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请各位建一个专案 这个专案名称的话 就叫做 UIL 我这边叫 ULRW UIL Rewrite 那 UIL Rewrite里面的话 请各位在 这边再建一个新的ServeLate 那ServeLate的名称 我叫Search 大写的 然后呢 Vue的名称叫Search 小写的一个S 也就是说自己呼叫自己 那网址上面显示的话 就是小写的Search 小写的Search 那里面的话呢 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要把这个网页输出 然后要跑出这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 实作的地方 一定是在DoGate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从UIL传递参数 所以你在那个用 DoPost那部分写没有用 因为它不会接收到 一定 如果你在UIL传递问号 然后一个参数名称 等于什么 对不对 就会从DoGate去抓到 抓到之后的话 你要实作DoGate的这个方法 那DoGate的方法呢 要秀出什么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秀出我们的那个画面 那个画面上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有这些东西 反正一定HTML基本迂法都固定的 因为开头HTML 然后Head 然后Title Body那些都固定 对不对 底下的话要跑什么 第一到第十的结果 并且把它列出来 那列出来里面呢 有关那个HTML迂法里面 包含就是U 这个地方有没有 一个项目符号 前面有讲过 UIL 开头 UIL 结束 对不对 就是一个项目符号 然后里面的话是LI 开头 LI结束 所以这个是 只是把它夹在里面 然后会把第几个项目秀出来 所以我这边会跑一个回圈 把这个回圈跑出来 那范围的话就是从 我们的第几个项目 跑到第几个项目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跑出下面这个 就是超连结部分 那超连结部分的话 第一个必须扣掉自己 有没有 你点击过的 第一自己不能做超连结 那后面的都要做超连结 那超连结上面的连结是什么 连结到自己本身加上参数 那参数部分的话就是连结到后面等于 比如说2的话就等于 就是点击那个地方就是要连结2 然后传送自己呼叫自己 点击2的话比如说我就出现第11到20的结果 然后上面的话就传递参数 有没有 那但是呢 特别注意说 这点击2之后的话 这边上面会改变 1 2的话这边会加上一个参数 3这边2的部分的没有超连结 所以大概会这几个地方 那我们逐一来看 这个程式里面呢 有哪一些重点 第一个的话 这个前面都一样 Body上面这个都固定的 就是HTML那些东西 我讲过了 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字串 不然的话 你有时候看起来会 会觉得这地方 感觉看起来会比较碍眼 你如果希望简化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字串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用request去接收到参数部分 那参数部分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们可以借由一个参数名称叫star 有没有 取得参数 然后并且把它丢给什么 丢给一个字串 比如说我点击的时候会讲 star等于2 那star等于2的话 传递过来string就是2 对不对 那如果说呢 这边特别注意说 if star等于no的话 表示什么 表示第一次执行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star等于1就好了 就第一次嘛 对不对 那以此类 2的话是第二个配置 3的话第三个配置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部分就是先取得什么 取得参数 如果第一次执行的话 就把star给1就好了 这样的话就知道12345到9嘛 对不对 看它点哪个页面 就会做后续的处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建几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先把那个star把它转换为什么 转换为一个integer 就是转换为一个整数 然后放在一个count变数里面 再来的话呢 begin begin的话就是说我们从哪一个到哪一个 就是我将来搜寻结果一定会有11到20 或者下一个页面的话呢 是吧 21到30 有没有 start 这个begin就是这个数字 end是这个数字 那我要怎么去把它做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我需要一个变数 一个 一个begin一个end 那这个部分的话实际上就是 10 乘上什么 count count就比如说第一页的话 10乘上 那就是10 乘上1 对不对 10上就是10嘛 减9 那就从1开始 然后呢 后面到多少 10乘上1的话 那就1到10嘛 如果count等于2的话呢 就page2 对不对 page2就是20减掉9 那就11 11到多少 11到20 因此类推 所以我的那个项目 会一直增加 应该了解这意思吧 那如果3的话 page3就是20到30 4的话就是31到 40 意思类推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会宣告 有三个变数 一个是count count 就是我们现在的页面 然后begin end 这几个项目 再来的话呢 会显示第几个搜寻结果 我们就是上面的话 必须要输出什么 第几个搜寻结果 然后就是begin 再end 所以这边的话呢 第几个begin 对不对 然后end 搜寻结果 后面加一个br 再来的话要跑一个什么 项目符号 就是项目嘛 对 ul 然后又来结束 那里面的项目就是li 所以呢 我这边的话 for 什么呢 for int i 等于begin 比如说我现在是第二页的话 就是11到20 对 11到20 所以11到20 所以呢 我是从11到20 然后加加 输出结果的话搜寻结果等于11到20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点2的话 就是11到20 所以其实里面跑一个回旋符就OK了 那开头就是begin 结束就是end 当条件小于等于end的话 那就去跑 有没有 那最后给一个什么 ul就结束了 有没有 项目符号 然后里面的项目 OK 那再来的话呢 就要跑最后这个结底下这边 那最后这个地方要怎么做出来 我讲过嘛 就是里面其实只是要做超连结 然后超连结里面呢 就是点了哪一个 要传递什么 传递那个start 参数等于多少 给什么呢 给自己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什么 传递参数的动作 那这边的话就是 for i 等于1到9 等于1到小于10 然后加加 那如果呢 i 等于 count的话 那就继续跑 这条件的话呢 我们把自己print的出去 比如说这地方 这边主要是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 如果 如果什么呢 如果我们现在 这个count的值 就是这个地方主要是处理什么 处理如果 我的搜寻结果里面呢 是2 也是2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怎样 就不要去加上超连结 对不对 因为自己本身不能加超连结嘛 那这地方要怎么撰写呢 也就是如果 i 的值 等于什么 等于count count的值是什么 指的就是 我现在点的是第几个page 对不对 如果相等的话呢 那我这地方的话 就指是什么 输出 输出什么 输出i就好了 i 的值 就是不要做超连结 然后做一个continue continue就跳回去 不要在直线下面 所以这一段的主要用途就是说 如果你点的那个地方 他不要做超连结 第二页就不要做超连结 那如果第三页 比如说我现在点3 对不对 那3的地方有没有 这地方就没有超连结了 上面有没有 这个时候count等于 count等于3 就不要做超连结 那 语法的话呢 我是用意诅去判断 如果呢 他等于的话 那就只有输出 这个值不要做超连结 反之的话 其他都做超连结 那超连结 我想这地方一样 就是说 我们 这个 a href 对不对 然后给一个单引号 search 一个问号 star等于说 后面加上 他的什么呢 i的值 因为呢 我们i的值 是 1到 等于1到 等于1到9 1到9 所以超连结 只有1到9 但如果你以后 要更多的结果的话 那你这个数字可以增加 那结束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自动就要跑出什么 跑出下方的这一列 1到9 OK 那最后的话 跑跑跑跑 跑完之后的话 那最后就结束了 所以基本上 这一题 就是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什么 输出 第几个 有没有 第几到第几的收集结果 第二的话呢 跑出 项目符号 第三个的话呢 跑出 它的超连结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区块 第一个区块是上面这个 1 2 3 OK 那这边的话 程式码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边的程式码 那这个地方 我把它 移一下 基本上最后面 这个都一样 最后完成这个 UI 的话就是所谓的那个 呃 但是 UI 我得 re-dry UI re-dry to play 感谢观看